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从他的失败开始的 1999年 首次代表国家散打队出战的刘海龙 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 中国功夫对美国职业拳击争霸赛 在那次比赛中 刘海龙作为中国队唯一的败将 隐恨将场 那时候也是获得亲切吧 然后把对方被对方 第三局是被对方给打弃拳了 也就是说体力不充沛 被对方打弃拳了 但是回来以后 因为那场比赛对我的一个人格 对我自信创造很大 因为我那时候 第一次上街是打比赛 电视上很多我的父母 我的很多很多亲朋好姓 都在家看我的比赛 而且惨败于美国 那场比赛一直在我心中留下阴影 刘海龙 山东人 出生于1981年5月30日 15岁进入五校学习散打 17岁被选入山东散打队 师从著名散打教练翟寿涛 2000年 宁仅18岁的刘海龙 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 即获得75公斤级第一 冠军赛第一 然而 真正让刘海龙升为大振的 则是他在2000年度 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上的表现 各位看官 话说散打王赛 自本月16日之战 已然决出了六个级别 六位状元投名 今日我等在湖南长沙 湘江之盼 终于迎来了这六位中华武龙 天王级的顶尖高手 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的举办 放就了刘海龙 这是湖南长沙 2000年度散打王总决赛的比赛现场 在此之前 刘海龙已获得三大王75公斤级级级别冠军 此刻 打败三大王80公斤以上级级别冠军 任彦兵 成为刘海龙登顶三大王宝座的最后一役 然而中轻量级选手 打败在体重身高上占绝对优势的重量级选手 被人们普遍认为困难极大 最终 刘海龙在体能完全透支的情况下 硬是靠点数战胜对手 一举夺得中国第一个三大王 在获胜时刻 刘海龙喊出了充满个性的强音 我是最好的 我的教练是最好的 从此以后 刘腿披挂刘海龙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名字 而他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在搏击圈 荣誉与挑战总是相伴而来 在2000年超级王中王争霸赛的新闻发布会上 浓烈的火药味已令人窒息 我别人不想多讲什么 就在场上 就在场上 就在场上我的院面前 心味 不要这样 是我的流腿披挂 就是鸡腿也不是吃醋的 好 接下来我留情 其三万分一生的2000年的伞大王 好 张扫 好 好 二零零一年度 新科三大王 孕育宝 将与刘海龙争夺超级王中王的称号 加油 愿玉堡是文明中国散打界的实力派汉将 以凌厉的腿弓剑长 素有愿鞭腿的美誉 此番 他与刘腿披挂刘海龙的较量 是真正意义上的巅峰对决 许多年之后 还有很多人还在说 那是一场不可多见的经典比赛 比赛结果 刘腿披挂的腿弓定胜一筹 刘海龙一举夺得2002年三大王争霸赛超级王中王的贵冠 一笔黑房一白 最终 由刘海龙刘腿披挂 获胜 而这武林至高龙语 刘海龙给了他的母亲 我曾经走的时候 我母亲说 好好打吧 家里乡老父亲都看着你 他问我什么时候比赛 我说三十二十六 他一算 他没有跟我说 他好好打吧 到那时候我告诉你一个惊喜 说我母亲说到那一天 就说到今天 他告诉我一个惊喜 我当时我也没有 不知道 因为我想我母亲也许不让我心里造成什么压力而罢了 然后我每年都在外面比赛啊什么 我都没有给我母亲正经过 就说隆动的过生日嘛 然后我就在我的技术本上看见我母亲的生日 我一看那个怪力 今天正好是母亲生日 三月二十六 就是农历的二月十三 也是我母亲的生日 所以说我今天 今天拿那个奖牌 这就是我母亲生日的今天 送上生日礼物 带着母亲的关怀 刘海龙再次踏上正途 悄然入睡者 是2002年度新科三大王保力高 他将在今天 与刘海龙争夺2003年超级王中王的称号 这场比赛 依旧引起了全国武术爱好者和众多媒体的关注 刘海龙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觉得马上要比赛了吧 挺平静的 你觉得自己状态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这你成功 那广哥你现在马上要参加比赛了 你现在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心情激动呗 好不好呢 没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与愿意宝的咄咄逼人相比 保力高的态度 胜似前庭信步 让一到擂台之上 保力高的杀技便显露出来 连续的强攻令刘海龙不敢小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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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力高的师傅是著名散打教练赵学军 赵学军与刘海龙的教练翟涛一样 提供出众多散打冠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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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场观众一浪飙过一浪的重位胜中 刘海龙战胜对手再次坐稳超级王中王的宝座 那你觉得对自己的发挥还满意吗 还可以吧 预料之中 这2003年 刘海龙一连串含金量极高的冠军头衔 已为他赢得了中国散打第一人的美誉 刘海龙已成为了一个散打界的标志性人物 于是国外顶级高手的挑战分至他来 他想看一看到底怎么样 七号界 OK 他说对我来说一点压力也没有 说我来呢只是因为我喜欢来那个就是从事这种格斗的运动 他说相反的是刘海龙会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在这个中国他是这个散打的大腕 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他 胜利让我们荣誉身满冠军的奖杯 还有王者的霸气竖起了散打的风碑 今天他为散打而战 我们相信他也是为散打而争的 这番出战 刘海龙予以世界散打冠军 美国选手佛吉哈诺争夺世界散打王的称号 佛吉哈诺争的重拳杀伤力很大 一度给刘海龙构成很大威胁 不过再次回到国际赛场的刘海龙 与1999年美国之行失利时的他相比 依然物是人费 此时的刘海龙更成熟 更稳健 更大气 您今天发挥的怎么样呢 是感觉的比较紧张一点 然后就是这个主要是速度没发挥出来 但是刘海龙呢 他这个速度掌握得不错 看一下您的对手吗 确实是顶尖的高手 这个速度也很快 力量也很足 然后呢 就是说持续力也非常好 刘海龙成为了世界散打第一人 泰国泰拳 号称五百年不法 泰拳手从小接受极其严格和残酷的训练 其顽强的作风和凌厉的攻击 令各国许多搏击选手探掩 2002年 中国功夫对泰国职业泰拳争霸赛 即将在广州开战 中国散打队在时任主教练管建民的带领下 积极备战 一年以前 中泰双方有过一次交锋 当时代表国家队出战的刘海龙 将泰拳手扔出拳台并获胜 了解一个队手是必要的 但是有些东西呢 即使你了解了他 但是你 有些动作你完成不了 有些比如说 我们知道泰森 或者是霍了福德 或者是刘伊斯 他们支拳百拳勾拳 他的特点都知道 像刘伊斯呀 前支拳都叫他一个前支拳 然后打技术型的 泰森就是一个低头两个百拳 都很猛的 大家都知道他特点 但是很多对手上跟他打的话 知道他有就这几三百虎 但是就防不过去 也可能就撑咬金那几下子 也没人防得过去 本次泰国职业泰拳队 特别邀请 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泰拳王 江盖诺格出战 那么对刘海龙 我已经看过他的比赛 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 好像就是摔倒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是全能 各项都具备这种能力 所以完全有信心打败刘海龙 打惯了散打的刘海龙 能否顶得住江盖诺格 高辅般锋利的西州攻击呢 激战 激战终于爆发 起初的场面 并未如人们预料的那样火爆 大赛无家局 三大王与泰拳王对阵 双方都打得比较保守 在此之后 摸清了江盖诺格陆树的刘海龙 加快了进攻节奏 利用摔法 频频得分 双方都打得比较保守 而江盖诺格始终无法适应 刘海龙的打法 最终败下阵来 泰拳五百年不败的神话 在刘海龙面前再次被尽碎 广东佛山人杰地灵 2004年 中国功夫与日本空手道 也将在此展开较量 三大王保利高 此一将与超级王中王刘海龙 并肩作战 中国风筝作战 中文明 十分以后 充满 今天 今天 久不见了 最终贤 太阳子 军事 已闭入 在阳子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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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本次大赛 日方在国内空手道界 展开了层层选拔 选出了一队空手道高手出战 当日 在现场观众 排山倒海般的助威声中 比赛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面对刘海龙的强大共识 日本空手道选手水谷炫 几度陷入崩溃的边缘 几度陷入崩溃的地方 翻滅 非常出神 全而已 左右 几度 чуть temp 台北 掌 edition 找 刘海龙终于KO水骨穴 完胜日本空手道 整个观众来讲都比较关注这场比赛 对这场比赛都充满了热血的沸腾 对我来讲也精神备战这场比赛 结果还是令个人比较满意的 现在心情也有点放松 也有点获胜的自喜 那你觉得今天发挥的怎么样 总结来讲最后的结果是 很多人说我没有KO打破一个记录吧 大家一起走吧 好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代表世界职业空手道出战刘海龙的是俄罗斯选手阿扎多维奇 对于中国队而言 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搏击选手 一向被认为是颇具威胁的近敌 同样对于阿扎多维奇的出战刘海龙不敢小视 因为我打这种商业化比赛了 毕竟将近有一年半没有出赛了 这种比赛我当时已经场的气氛 让我感觉很熟悉 但是又很陌生 让我本身融洽不到那个气氛里面去 在经过一段沉闷的相互试探之后 流腿披挂刘海龙开始埋头苦干 频频击倒阿扎多维奇 在攻防戏法上 已达到出神入化境界的刘海龙 此时此刻已不单单为荣誉和成败而战 他在为喜爱他 关注他的观众们表演 让大家享受到一场愉悦的视觉盛宴 特别是今天这场比赛 因为今天侍奉刘海龙习武十周年 海龙的赌卓以静之动 打得非常聪明 知道一个老训练 老运动员能把握着自己的水平来 最终 刘海龙用又一个胜利 铸就了自己习武十周年的庆典 今天的胜利呢 我觉得在我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 给我了一个惊喜 也算是很多人 包括老天 给我了一点十周年的礼物 我非常感谢我的命运 也感谢所有关注我的人 这十年的运动生涯呢 我觉得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 因为我通过练武练散打到现在 我获得了很多精神上的财富 值得我去回味 值得我 可以说这些财富呢 对我将来的发展 是起了相当重的作用 我觉得 刘海龙向他人生新的高度挺进 他将争夺世界杯散打比赛的冠军 2002年 第一届世界杯散打比赛 在上海盟重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散打高手 汇集于此 刘海龙代表中国队出战 这次中国派我代表 中国在打80公元级的 我觉得自己压力 怎么说呢 按我来讲现在压力没有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所有的这比赛啊 国内的国外的 我觉得拳手都差不多 主要是 由于这个国内拳手 跟国外拳手 身体长得略有不同 我觉得他们技术赶上国内的拳手 因为派我打80来讲 我觉得自己灵活程度 跟自己的长应变能力 应该来讲 高于这个外国 大级别的选手 至于力量 跟身高来讲 虽然我不占优势 但是我会把这些缺点 用技术来弥补它 一番征战之后 刘海龙与埃及选手 开始争夺 80公斤级的 世界冠军的头衔 在预赛时 刘海龙的发挥 不够理想 险胜过关 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进入决赛的 刘海龙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一举夺得 80公斤级世界冠军 并且打破了 中国选手 在世界散打普赛中 在中大级别上 无缘冠军的记录 创造了历史 经过千辛万苦吧 总不说也成为 世界第一的 一个世界 国际的冠军 我觉得 经过 也是非常重要 结果更重要 因为第一天呢 很多因素 说打得太保守 也可能 就是觉得自己 放得太高 也可能把对手 看得太高 反正有 给我自己 有一个体会吧 就是三外有三 人外有人 时隔两年 刘海龙 再次代表中国队 参加世界杯 散打比赛 并作为 运动员代表 在大赛开幕式上 宣誓 我宣誓 我已全体运动员的 灵力保证 为了 你为了 过了我 和出印度的语练 以真正的 与高的精神 参加感受 指导 对手大会的 不项规定 尊重台湾 尊重对手 尊重观众 再说封门 再说走行 为我们这个发展 做出自己的鼓励 先是人 刘海龙 争夺世界冠军的 最后一战 在刘海龙 与埃及选手 瑞法特之间举行 比赛中 刘海龙 优势明显 干净利落地 称为 未免冠军 刘海龙 得变了国内外 所有的 反打冠军 这其中 在2001年 九运会 及全国武术散打 锦标赛中 他获得 75公斤级冠军 在第七届 世界武术散打 锦标赛中 刘海龙获 80公斤级冠军 同年 他再次夺得 三打王比赛 中量级三打王的称号 作为一名 三打选手 刘海龙 所取得的 骄人成绩 以及他的 号召力 影响力 至今 无人企及 2006年 刘海龙 医伤 与解放军 体育学院退役 退役后的 刘海龙 一度消失在 人们的视野中 2008年 日本KO之王 一鹤洪志 公开向刘海龙挑战 在人们的期盼中 刘海龙 王者归来 重回赛场 在2009年 1月10日 刘海龙 国际国际争霸赛 在广东 博山举行 刘海龙 从容应战 日本KO王 作为中国散打的 标志性人物 刘海龙 不断创造 新的神话 人们相信 只要 刘腿披挂的神勇 和精神还在 刘海龙的神话 还会延续下去 这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